欢迎来到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目前中国的牛肉已经不能自己 每年都要花超过500亿去进口 今天小鱼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牛肉 在40多年前 中国肉类消费里猪肉占比高达90% 而牛肉只有5%左右 不过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牛肉行情开始进入了牛市 在2007年初 10块钱就能买到一斤牛肉 可是到了2013年 牛肉价格猛增 一斤突破30块 涨幅高达200% 而现在我随手去平台搜了搜 大家随意感受一下牛肉的价格 牛肉价格猛增的背后 有个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中国人富了 生活好了 要吃更多的牛肉 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人均GDP 达1000到1500美元时 就会出现牛肉消费量 2001年时 我国人均GDP第一次达到1000美元 到2019年突破1万美元 中国牛肉消费迅速上涨 2019年全国共消费牛肉833万吨 同比增长11.23% 在中国人的肉类消费总量中 牛肉已经从5%上涨到15% 而猪肉已经从90%下降到75% 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牛肉供求缺口越来越大 2012年中国牛肉进口量第一次反超出口量 净进口量为5.3万吨 2019年牛肉进口量涨到165.95万吨 全年进口额达568.61亿元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然而除了正常进口 一些入侵者也不请自来 这些入侵者还有另外一个人人喊打的名号 牛肉走私 2013年时中国贸易报就报道说 国内牛肉市场上每年走私牛肉高达200多万吨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产地是巴西 美金只要11块钱 中间利润巨大 引得无数黑心商人铤而走险 近年来国家不断打击牛肉走私 但是走私牛肉依然屡进不止 像潮水一样从香港和广西的口岸涌入内地市场 这些牛肉没有经过正规的检验检疫手续 不光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埋藏着很大的生物安全风险 套用马老师的一句话 小牛肉你不讲武德啊 小伙子你不讲武德 大量牛肉走私的背后是被利益熏黑的双眼 而国内某些企业的短视 也对牛肉行业造成了长远的危害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羹牛逐渐被机械代替 再加上大量务农人员进重打工 很多人开始大量卖掉羹牛 这些牛就成为了肉牛市场 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来源 然而牛肉消费热潮涌起 存量羹牛很快就消耗殆尽 国际上肉牛屠宰的安全线是25% 即存栏量是100头的话 宰杀数量不应该超过25头 但中国的屠宰量超过40% 更让人痛惜的是企业为了眼前利益 还把屠刀伸下了母牛和小牛 2008年全国还有3300万头存兰母牛 到2012年就只剩下2300万头 有些地方的母牛存流量 甚至一半都不到 没了母牛 那还有什么未来 据统计 2000年时 我国肉牛存兰量 还有1.23亿头 而2009年 存兰量就兰腰减半 下降到6000万头以下 随后这个数字 基本维持在6000到7500万头 没了母牛 我国肉牛存兰量也一直上不去 到如今自己不足 还得依靠大量的进口 企业为了小利而宰杀母牛 如今也算是尝到了落果 期望好自为之啊 我国虽然面积广阔 但适合大规模养牛的草场并不多 种种成本算下来 其实自家养殖 并不比进口牛肉便宜 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养牛 而是直接做起了中间商 日本同样也是牛肉消费大国 但是地下人稠更不适合养牛 日本的牛肉自给率只有40% 不过日本有个办法值得借鉴 在澳洲直接购买牧场 然后运作养牛 1988年 日本火腿诸事会社收购了澳大利亚的 淮亚拉牧场 面积将近8万亩 收购时牧场只有3000头牛 日本资本介入后开始大规模扩张 现今常年存烂量在5万头 最高峰曾有7万5000头 目前这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厂 当然背后老板是日本人 不光收购牛厂 日本火腿诸事会社后来还收购了 OK Beef Exports等三家屠宰企业 形成了完整的牛肉供应链 如今虽然日本牛肉严重依赖进口 但进口的份额中又有将近60%是来自澳大利亚 不用说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日本人自己的牧场 日本人喜爱的河牛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牧场的重要品种 有调查显示 澳大利亚前十的大牛厂里有8个有氧河牛 日本人也通过这种曲线形式 在相当程度上保障着日本人吃牛肉的需要 其实这两年中国也有企业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收购牧场 不过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 让中国人早日吃上更多自己生产的牛肉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吃牛肉的小伙伴不要忘记了给我们点赞哦 关注郑姐局带你讲知识 郑姐局郑姐一切不明白 我们下期再会